另外一个 我们蔡政府呢 是不是也把内阁的职务 也当成了儿戏呢 凯翔现在传出呢 在九合一落选之后改组 那现在已经有党内的要角 建议 要设立一个落选人入阁门槛啊 因为之前不管是林家龙也好 苏元昌也好 有没有 败选位置更高 好像这个输是输得有价值的 还好没有赢啊 输多好呢 那得票没有达到基本盘 或是差距太大的 就不应该入阁 目的是不要让新的内阁 变成败选者联盟 就之前大家不断批评的嘛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输那么多可以当行政院长 可以当交通部长啊 那民进党也说 2018年苏仁昌新北败最多 但是最后位置坐最高 对不对 也做得很好啊 也做得很好啊 落选俱乐部 其实翻译成白话文 就是落选俱乐部啦 这个门槛 门槛费用要提高一点 那网友说什么 加龙 加龙冒号 不是 看起来可能他要输最多 是不是 黑龙加龙 干 想要搞我 绿色是资源回收的颜色吗 唯一支持林志坚当教育部长 人民淘汰不要的 都送进内阁当高官 那林志坚更惨 他连这个落选者联盟都没有 我觉得其实我不会单从这几个人的角色来看 他比较应该要从2022年选完之后 如果民进党如意其的大败 他其实根本不是哪一个人当什么内阁官的角色 应该是说蔡英文跟赖青的这个后赖青 蔡英文时期的权斗就会即将 真的要打架 就立刻开始啦 就立刻开始 所以根本就不是这几个人 他们要去 他们有什么 这个蔡英文当什么官重要吗 林佳龙也很重要吗 那林佳龙因为他有政国会 这个少主也不是少主 也不年轻人的角色 所以可能比较重要 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他其实有一个现在的因素跟未来的因素 那现在的因素当然就是 这一次的提名 然后蔡总统是玩一整个盘的 一整个盘的 他算到2024要压制赖青的势力 不能让他们出头 希望能确保郑文燦跟这个 陈建仁双保险的接班梯队 所以呢他在所有的 几乎都把各个县市的派系都强压下去了 不给派系出头 全都是阴系 这个钱刚独断 然后直接讲说我是谁就谁 我是谁就是谁 用这种方式 所以呢当然 现在看起来局势不利的时候 你就不免会有这样子的声音传出来说 你就已经 你这一局就已经给你阴系玩下去了 就已经给你玩下去了 那这一局要是输掉 蔡总统任期剩两年了 你还要再给我搞内阁都你的人啊 那我们派系吃什么喝什么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现在的因素 你会有这样的状况 其实也反映说 可能对选情是有点焦虑的 如果你今天 这个如果能选得很好 大家也不说什么了 可是就看起来会选不好 那到最后可能 在地方执政的这个版图 或是可能性限缩之后 那内阁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结果又是你 你一个人全部决定了 然后你现在派这些 你指定的人下去选 他选不宜 你还拉去内阁 那大家都不用都不用 都喝西北风好了 这是一个现在的焦虑 就反映对选情不利 那其次当然也就是 这是刚刚讲的 如果生的不利的话 赖清德会立刻出头 他会马上变成一个 民进党的救世主的角色 其实今年选举 越来越有一个气氛 我觉得再剩下两个月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颇有那种英系网军 他们主观上面 一直很想重演 2019年 那时候蔡英文 虽个什么样啊 虽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网军 就是把他拉起来啦 我一方面压制赖清德 一方面打倒韩国瑜 我就靠着网军 就把我拉起来 为什么我们在2022年 不能复制呢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事情 基本上用逆行道师来形容 都不为过 在网络上面给你应洗风向 去攻击慈祭 在给你应洗风向 说小智没有抄袭 所有东西都用应洗的 于是就跟正常社会 一般人的认知渐行渐远 所以中间会出现什么 扁来就比较边缘的 像是苏焕智 郑宝清 就直接脱党啊 你那不是民进党吗 你那就是蔡英文 人生跟他的快乐伙伴们吗 就是这些人啊 你已经不是民进党了啊 这个状况现在在恶化当中 就是一切看起来 怎么洗得跟2019年一样不顺呢 那所以这些阴性网军这些人 他们的心中的主观就是 那我洗更大力一点啊 可是你洗更大力的结果 是你跟民进党走得更远 这是一个很负向的 一个很吊诡的状况 那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现在藏得这么深 他想的就是什么 他想的就是 你垮的是你家的事啊 你垮的是你家的事啊 然后你自己 这个离京叛道的这群阴系的人 然后到最后选后 你做狐孙散之后 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力量 他这一次对你失望 那是对你的失望 对蔡英文你已经再见了 我还是在的啊 那群社会力量 在这一场选举当中 可能失望 可能不投票 然后或是怎么样 但他们还是愿意 在2024可能还是可以支持我啊 那时候赖清德就会 以救世主的身份 重新回到这个局面来 那所以他也告诉蔡英文 输了就不要搞啦 不要搞啦 说好像你一个人 你说了算 你说谁当阁员 就好像阁员 你说什么什么都就怎样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 现在的反映现在的焦虑 跟一个展望未来 不要再给我来这一套 说你还要大全独来 没这一回事了 不过我唯一支持 林志迁 他是一个 选举还没有选到最后 两个硕士丢了 变成大学士的男人 我唯一支持他 入阁担任 内阁大学士兼上书房行走 对啊 大家都说嘛 唯一支持林志迁当教育部长 哪里跌倒就是哪里 当那个部长太小了 要当内阁大学士兼上书房行走 好 这个大家都懂 来 大千 大千选举经验也很丰富 刚刚这个凯强是从大的来讲 赖清德跟这个蔡英文大位之争 还有权力的延续 那当然每个诸侯都有自己的盘算 对不对 过去建立了一个模式嘛 就是败选者联盟啊 有没有 这个论述对啊 书最多做得很好啊 所以他的书跟他的 跟他的能力没有关系啊 不应该这样看啊 那当然啦 这个东西对民进党来讲 确实是一个打击 因为真的就是不好听嘛 很多人从逻辑上来讲 都已经疏于屁股了 你可以坐到这么高的位置 人民已经否定你了 所以你这个 你这个内阁就等于是没有民意基础 那从大的权力的这个斗争来看 再来看这个小的诸侯怎么办 你觉得呢 其中里面谁是最危险的 谁是有可能跨过门槛 进到这个败选者联盟里面 对我完全同意刚才凯翔的分析 其实现在对民进党来讲 今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选 是他们这一盘大棋里头的一部分 就是前哨战了 因为接下来还有马上面临的 就是2024年的接班的问题 那么对蔡英文或者是对英系来讲 他要如何在这一场选举 眼看着即将要败选的状况之下 他不能够跛脚 然后接下来他又希望能够继续掌握党权 继续掌握2024的提名权 然后在2024他卸任之后 后蔡英文时代 他仍然能够在民进党内呼风唤风 这就是现在英系的盘算 可是民进党内的派系三头零力 就不是每一个派系 都能够认同英系这样做法 好不容易等到了 这个准备要进行这个政权轮替的过程当中了 其他的派系大家当然跃跃欲试 凭什么在过去这8年 你英系的吃香的喝辣的 跟新潮流绑在一起 一切都被你们拿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事实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都爆出来了 包含我们先前讲的像林志坚的问题 是谁爆料去打击林志坚的 包含我们现在讲的像郑保卿的参选 到底民进党内是什么样的势力 在背后支持郑保卿的 支持郑保卿让郑保卿参选拖下郑运棚 给郑文灿难看 同样重创蔡英文 这是一时数秒的一个策略的布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些可能落选的候选人 当然蔡英文想把他们放在这个内阁里 因为他也许对这些人有承诺 譬如说他把这个林家隆 这个推到了新北 我相信他们私下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妥协 林家隆才会做这件事 但是民进党内另外有一部分 或者是很多个派系的人士 可能也不希望 这个蔡英文你在败选之后 你还能够把内阁的这个人事安排整完棚去 所以我相信接下来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方法 所以也就是说假设蔡英文 跟这个林家隆之间有承诺的话 这个承诺不见得能兑现吗 当然 所以如果不能兑现的时候 我相信这对林家隆来说 这就是另外一个艰困的挑战了 大家想想这人之常情啊 他为什么要放下台北跑去新北 这转折转的未免太难看了 但是他仍然硬着头皮转了 那必然是因为民进党对他做了承诺 蔡英文对他做了承诺 好 所以这个败选者联盟 你觉得他的延续性怎样 如果说是这个赖清德 这个我说在这个蔡英文败选之后 这个赖清德这个整个翻起来的话 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些人还有细唱吗 其实赖清德藏得真的很深 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说 其实有很多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关的事件 背后可能都有独派的影子存在的 但是赖清德从来没有上台面 这赖清德聪明的地方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身上是毫发无伤的 但是双手没有沾到任何的手机 可是自然有他的代理人 自然有他坚定的支持者 在背后来帮他运求 帮他运作嘛 赖清德在上一次吃了蔡英文大亏 他这一次不会再重蹈覆车了 民进党内看到了过去 蔡英文是怎么修理赖清德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 GTI714 C C